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华山的暴力PK 关键方是绍兴江湖猴哥团队 对面是第一三无力 那猴哥在华山号称也是三宫克星 尤其他这套阵容确实是三宫队不太好突破 咱们今天看看对面的第一三无力 面对猴哥的铁桶防守 他能不能切的进来 那关键方这边选择上的是一个盘斯物赵 咒识加神物 说句实话这套阵容确实还蛮克制这种三宫队的 因为他硬啊 而且咒识普陀守势也会比较的方便吧 那对面还是双凌波 也是头发神加地和左开场 直接把天眼神龙开起来 只给到一个天眼 增加物理暴击几率的 另外一个凌波城市 那门子的筋脉了 咱们看一下摩奇少年球那边的一个筋脉是天神怒斩的 一个天神龙一个天神怒斩 这年头啊 阵军显灵他不香了 太容易被针对了 而且关键方两个封系啊 也可以很好地去控制对面的一个出手 虽然队长方有异数啊 但是他毕竟不是风系啊 野兽之力 加上 不过对面磁行方便啊 有异数可以磁行的 不过呢 这套中想把对面打团灭了是 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啊 变防月 警告招 已经开始挂了 对面这个输出是有点高 再来一个翻江脚海 神妖 大哥这又被打残了呀 这 三千七 特加树 七指儿了 哎 拍开 再立一个指儿 继续掏紧箍咒 双风系得断对面节奏呀 这这这这得断他节奏啊 不然双风系的就没意义了 哎呀 这宝宝还是被敲死了 那现在关脑海血量又回满了 警告招可以估到一个一千六百六十六啊 这个数字还蛮吉利的 继续加光辉 不是 呃 这这不封印 那没时间封印 哎 对吧 没时间封印 光辉是不是该打 啊 盘斯没宝宝是不是该出宝宝 哪有时间去封印 对吧 没有时间啊 没有时间去封印 所以对面三个输出 还是可以顺利的出手的 清净菩提 哎 这清净菩提一开 关脑海就更不太好封印了 因为你封印了以后 人就可以直接 解除的呀 啊 清净菩提 这些网络坎 当然清净菩提可以抵消无间地狱啊 这个东西 对面还没开呢 这这不是 但是这个东西一开的话 呃 这个东西一开的话 这这这你真的没法去封印啊 嗯 放下屠刀 继续扔特戒 武装补宝宝 如果观众风不打算去封印的话 那清净菩提是可以把对面这些什么 金刚傻的慢慢的给去掉的 同样的观众风也会受到这么一个影响了 就像观众风的防御圈了 这也会 因为清净菩提每个回合会驱散掉你 一个负面状态和一个正面状态嘛 诶 对面无间地狱开起来了 把清净菩提抵消掉 武装官开始补灯 400多的灯 猴哥的武装这边一直也不带治疗灵士啊 这400多的灯 就也还不错了 不但治疗灵士抗性会好一些 这就看团队的需要了 不是说治疗灵士是必带了 得看团队 遇上什么样的阵容 而且华山泰是盲气啊 你根本看不见对手上什么阵 问题的关键是啊 你如果这么的挨打下去 你就是个铁板 也得被人家切进来啊 这愣是给切进来了啊 反正六回合 两个缝隙啊 一下没封过 一下没封过 这武装也倒了 侵蚀陷阱 天崩地裂 还能点一手 小死亡 他抵消的是回合数啊 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他抵消的是回合数啊 对清净菩提啊 无间地裂啊 灭如斯啊 这三个是相互抵消的是回合数啊 所以这个无间地裂还在啊 还没有消失呢 天崩地裂 再把猴哥拿下 那这这这怎么搞呀 猴哥这边是有金钦的啊 彭斯是带了金钦 武装也带了金钦啊 猴哥他们团队武装也是有金钦的啊 呃 不是次号 不是金钦啊 次号 有次号 现在猴哥是没法放次号 但是武装 武装是全场的三速 现在还没法死啊 你说一个武装就起一个化身色 倒是也行啊 看看对面地府给不给这么个机会了 就化身色就还止 不然你这拉不起来的 你靠要拉起化身 这个东西是不太现实的 这已经挨打挨了八回合了 反正就是一顿防守 最主要的是对面输出 他确实高 拉起武装 哎呦 被首饰敲死 哎 可以用神木灵的这个宝宝 糖果姐姐拉起来啊 他速度慢呗 对吧 这个糖果姐姐速度慢啊 这个糖果就会变成五辈子 看等我 是的 他们丢颅 他 不是 再带走一个 剩下最后一个宝宝 拉起武装偷酒 对两封地府 武装有持好呢 我记得猴哥他们团队 武装盘士都有持好呢 虽然现在不怎么做猴哥的 比赛了 但是还是有点印象 猴哥 不是他们团队新来个盘司吗 那个盘司听说是转女儿孙 猴哥要打国标了 爱打爱了石惠河 愣是被对面给冲进来了 实在是扛不住 现在猴哥就是跟白涂山少主打 基本都可以做到90%以上的胜率 猴哥根本就不输的 打白涂山少主根本就不输 基本上 你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就说这宝宝厉不厉害吧 拉起神木灵 风卷残云 其实猴哥应该再拉这个谁的 再拉 武装官的 就对面地府 他不一定还有愤怒 对张方都没怎么挨打的 拜拜 拜拜 好 好